自从博尔特退役 布雷克大伤后 当今世界田径在白米项目上 已经没人能与美国抗衡了吧 虽然如今塞尔维的崛起 但单凭一人 单凭一个9秒86 是无法撼动如今美国队的 这一点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会认同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美国白米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五个人 按照国际田连官网的排名为参照 那废话不多说 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五名 第五名 莫里斯格林 他是白米乌虎上一时代的领军人物 是历史上第一个在60米项目中 跑进6-40的选手 同时还是第一个同时拥有50米 60米 1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 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 应该是他在2004年加德堡的一场邀请赛中 将鞋子跑着火的画面吧 虽然是假的 但是也为田径场上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第四名 布罗梅尔 他曾被誉为博尔特接班人 1995年出生的他 身上不仅保持着世界青年百米记录 并且还是短跑历史上 跑得最快的第十人 两次跑进9秒80打关 但前两年因伤病问题 状态一直低迷 直到今年 状态逐渐回暖 赛季初十层借助超风速 跑出了9秒75的成绩 可惜的是 因为风速超过规定0.1米每秒 所以没能被收入正式成绩 第三名 科尔曼 科尔曼想必就不用小帕多数了 2019年世锦赛 百米金牌得主 但是由于错过三次要解 所以一直以来关于他的禁药问题不断 后被判处18个月的禁赛处罚 以至于错过了东京奥运会证明自己的机会 不过今年开赛以来 科尔曼仍然是由今世锦赛百米项目 夺标呼声最高的选手 第二名 加特林 百米项目的长青数 2004年出道变货的奥运冠军 横跨了百米五虎时代 且见证落幕 追逐了博尔特整个职业生扬 终于在2017年世锦赛完成新月 击败博尔特 虽然圣牙两次多次禁药问题 但其为百米历史做出的贡献 同样也是不可抹去的 今年2月份正式宣布退役 第一名 盖伊 就成绩而言 盖伊是百米历史第二人 绝对是毫无争议的 虽然是顶级风速下跑出的9秒69 但其厚度显然是布雷靠无法比拟的 所以称其为百米历史第二人毫无问题 比赛开始 盖伊的启动又是有些慢 而宝贝尔特的起跑仍然是处于领先 看了最后的50米 盖伊开始加速 竟然跑得确实很顺 哦 96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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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